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仔 中美 我是今天主持人安娜黎 最近的遊戲界 吹起了一股桃色風暴 沒辦法 誰叫桃色大戰呢 就是這麼夯啦 到底這集會帶來 什麼樣的桃色風波呢 我才不要告訴你 想知道的話就自己去看吧 即之前介紹了 桃色大戰眾多的聲優 這次要介紹給玩家的 就是遊戲內 各式各樣的角色卡片 以及種種道具啦 玩家進入遊戲後 可以點擊勳章採集 獲得一定數量的勳章 而這些勳章的用途 就是用來開啟獎賞CG 開放配音以及購買道具喔 而道具分為 角色類以及道具類兩大種 角色類卡片 又細分成角色卡以及生優卡 可以使用卡片設定 來進行選用與整理 同時可以經由畫策整理功能 將多餘的卡片移動到畫策中 當然也可以由畫策中 再移回道具選單使用 各式各樣的聲音卡 可以跟角色卡片自由搭配組合 有丁宮裡會配音的萌姬 愛麗絲的角色 或是目前人氣值超高 玩家們超想收藏由 絕江遊衣現身的激花角色卡 還有表情相當豐富可愛的 舞華角色卡 搭配上小清水雅美的配音 讓玩家玩起遊戲視覺與聽覺 雙重享受 保證讓人酥麻 償快 道具類卡片就相當多種了 除了對全桌牌勳章取得加倍的道具 對個人牌勳章取得加倍的道具 增加牌勳章登入採集等道具 也有減少驚喜卡開啟所需 局數道具這類的用法 而所有的卡片 都可以在進入遊戲大廳後 點選我的選單進入確認 看了這麼多介紹 是不是對草色大戰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啦 那麼就趕快到遊戲中 實際嘗試看看吧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